大家好 欢迎回到咱们闲聊天的节目 今天咱们一集给大家讲完 康熙三次亲征嘎尔丹是怎么回事 嘎尔丹咱们前面聊过了 他是属于墨西蒙古的 一直率队在入侵墨北 在墨北扩张地盘 把喀尔喀土鞋涂汉他们都赶到归顺大清这边来了 更让康熙担心的是 嘎尔丹还跟沙俄联合 两边一起入侵到了内蒙 嘎尔丹表面上对康熙倒挺恭敬 我为什么到内蒙来 我是供我仇喀尔喀尔不敢犯中华界 我是追我的仇人喀尔喀蒙古 他们杀了我弟弟 中华的边界我是不敢冒犯的 康熙先找人去质问了沙俄的使者 说我们有人亲眼所见 沙俄的士兵跟嘎尔丹的士兵同行 共同进攻内蒙 现在卡尔丹已归顺了我朝 如果你们再听信 嘎尔丹的谣言 那就是复信誓而开兵端也 就是背弃了我们两方的盟约 挑起战端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沙俄使者怎么回复的呢 请则有之云则未也 这嘎尔丹他们确实是邀请过我们 但是呢 我们这儿啊 什么可都没答应他 那么说康熙怎么对付这嘎尔丹呢 他们远在墨西 离得实在太遥远了 这么远 如果我们前去攻他 后勤补给什么都跟不上 花费太大 现在呢 嘎尔丹一路扩张 都打到内蒙来了 远离了他自己的大后方 康熙认为 这是一个一次消灭 嘎尔丹的绝佳的机会 于是呢 召集众臣 大伙一块头脑风暴 朝廷三品以上的文武大员 都聚齐了 大家一起集体讨论 但是呢 支持去攻打嘎尔丹的 只有三四个人 剩下的绝大部分人 虽口称小丑合足技艺 而钟情甚是匡切 嘴上说 嘎尔丹算什么 我大清灭掉他 如同碾死个 蝼蚁一般 但实际上呢 你真让他去 心里边都害怕 康熙 看出来了这帮大臣的色力内燃 越是这样 格尔丹 越害怕 越应该早早的正法 于是康熙说 大漠不是 艰苦吗 不管是风 风寒雨雪 朕 都在所不辞 不管是贼寇 多么的凶悍 朕 朕也绝不躲避 干嘛呢 朕绝迹 欲驾 亲征 于是呢 在康熙29年到康熙36年 这几年期间 康熙呢 一共是三次亲征 嘎尔丹 咱们现在呢 先讲第一次 康熙29年的7月初二 他封自己的皇兄 河朔遇亲王福泉 为福远大将军 去带兵被罚 这在咱们这个康熙系列刚开始的时候啊 有朋友就问过 说你看康熙这哥哥他叫福泉 康熙呢 叫玄业 这俩不是一辈啊 他哥哥弟弟这不都应该是玄子辈吗 实际上我们看啊 他们都是顺治皇帝的儿子 对吧 顺治的大儿子叫妞妞 二儿子叫福泉 老三 玄业就康熙 老四叫容亲王 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呢 其实呢 这老四刚出生就夭折了啊 所以呢 他没来得及起名字 这容亲王是后来追封的爵位 老五叫常宁等等吧 所以大伙看啊 他不是说大家都带玄字 就康熙一耳带 每个人的名字都不一样 咱们再往上数 这个 清太祖 诺尔哈赤 这最头上了 他的几个儿子 大伙看啊 楚英 戴善 黄太极 阿基格 多尔滚 谁跟谁 以下都不一样 大清啊 在刚开始的时候不讲究这个 这个呢 是从康熙开始的 觉得 汉人有这个传统 同一辈份的人啊 这名字 都带同一个字 这个传统 康熙觉得不错 这从名字上一眼就能看出来谁是什么辈份 对吧这个跟相声行当差不多 所以呢从康熙往后他开始立这规矩了 我们看康熙的儿子 老大印之大二个 老二太子印仁 老三印旨 老四印针 等等等等 都带个印字 而且呢 第二个字都有规矩 你看这几个 第二个字都是 柿子旁 对吧 再下面 雍正的儿子们 也是这套路 雍正的儿子 红灰 红芬 红云 红石 红利 红昼昼 等等等等 都是红字辈的 而且呢 第二个字也有讲究 第二次都带个日字 你看这 石 云 是吧 都带个日字 哎 那位说了 乾隆 红利 这没日字啊 这利 这利啊 这今天的简化字 当时的利这么写 下边也有一个日 好了 这扯远了 咱们绕回来 接着讲这康熙 一征嘎尔丹 派自己的哥哥 和朔 玉亲王扶权 封他为 扶元大将军 自己的皇长子印之 为副将 两边 两人率着清军的主力 出谷北口 北伐 另外呢 派自己的弟弟和朔 公亲王常宁 为安北大将军 和朔 捡亲王 喇布 多罗信 君王 恶扎 这两位为副将 这一路呢 出喜风口 北伐 另外其他的 众臣大将 聚从出征 康熙自己呢 在7月14日 他亲率进军 也开始启程 这几路大军 加的一块啊 差不多 有十万只重 那嘎尔丹 那边有多人呢 两万多人 这兵力啊 是非常悬殊的 所以呢 康熙对这一战 是信心满满 觉得咱们就趁这次机会 啊 嘎尔丹长驱直入 正好就一口吃掉准嘎尔 结果呢 出征啊 还没多久 嘎尔丹派人送信来了 送给了清军的这个前面的 前锋的将领 阿弥达 在这个电视剧里啊 这阿弥达变成了嘎尔丹 跟兰奇尔俩人生的儿子 实际不是啊 他一直是清军这头的 是清军整白旗的副都统 嘎尔丹送这信呢 里边语气非常嚣张 说今天啊 我虽然面临你们十万之重 但是呢 以何惧之有 哇 根本不在乎啊 圣上你康熙 你军南方 你在南面称军 我呢 长北方 咱们应该和平共处 南北分治 这多好啊 康熙看了他这信呢 一点都没生气 为啥呢 康熙一直憋着 这回要一举拿下杆的 生怕他跑了 你嚣张 嚣张更好 嚣张你就不跑了 对吧 所以要写灰信 把他给稳住 要示弱 康熙呢 就说 我听说你啊 已经驻兵在乌尔会合 所以呢 朕 遣和朔 御亲王和众皇子大臣们 发兵前往 但是啊 不是讨伐你啊 不是达 御定义 跟你商量 商量什么呢 咱们怎么罢兵西战 各享安乐 这多好啊 写上了以后 康熙觉得 哇 这是不是装的太怂了 这别让嘎尔丹看出破绽了 哎 再补具威胁吧 如果你仍跟以前一样 妄刑劫略 那到处抢劫我们百姓 那你 就是挥败名叫 自如实意 你这个坏了礼数 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这 嘎尔丹呢 很快回信又来了 这回语气缓和了很多 但是呢 还是要康熙 要交出这两个人来 就是吐血吐寒 跟哲不尊男霸 这康熙啊 跟嘎尔丹俩人 你来我皇写这信 写的挺热闹 实际上呢 这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麻痹对方 两边呢都在加紧准备 康熙这边 命令大军是加紧赶路 生怕嘎尔丹跑了 嘎尔丹那边呢 命令全军 拜佛诵经 这是干嘛呢 这是他们特有的一种 大战前的动员仪式 告诉大家 哎 这要做好心理准备 咱们要打大仗 这个 眼看 双方就要决战了 这时候呢 清军这边又出事了 康熙病了 从7月16号开始 康熙就已经预体为和了 这处在了亚健康状态 浑身上下脑袋疼 等到了20日的时候 更重了 夜间啊 是身热心烦 至黎明使得成为 到了天都亮了 才能睡着那么一小会儿 这按咱们现在话说呢 就是发靠烧 高烧不退 把大臣们都急坏了 诸位大臣侍卫啊 在外面跪奏 说皇上 此地日中甚热 夜间甚凉 寒玉不长 这个地方 哎 这天气啊 中午 边热 晚上边冷 哎 寒玉不长 这玉啊 就是热暖的意思 忽冷忽热 坚以大风时至 地方潮湿 这个地方 您现在圣体一决为和 正是不舒服 有病的时候 在这儿实在不离于养病 此件难于调射 那怎么办呢 祈求皇上您呢 急着回轮 赶紧回京 以养圣公 这皇上哪能同意啊 这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灭掉嘎尔兰的机会 哪能轻易放弃呢 忠大臣呢 在行宫面前是常跪不起再三恳请 康熙最终呢 也妥协了 说这个地方确实是寒玉不长 忽冷忽热 对我养病啊 确实不利 哎 众位大臣们尊尊扣请 那朕就暂且回轮吧 但是往回走 不着急 此间甚热 所以呢 咱们每天日落以后 慢慢的走二三十里就可以了 为什么走这么慢呢 康熙就想的是 这路上一旦 我精神有所好转 马上我再回来指挥战斗 等走的路上 康熙几次停留 想养好病赶紧回来 但是呢 无奈 这病啊 不但没好 反倒是更加严重了 最后康熙只能无奈的彻底放弃 返回了京城 临走前还这么说 镇来此地 本欲客气 剿灭嘎尔丹 以清沙漠 现在呢 镇攻暴击 十难之称 不能够侵灭此贼 甚为可恨 康熙是走了 但是这仗还得打啊 扶权在前面 作为主帅 指挥战斗 双方呢 就在乌兰不通 进行了决战 这乌兰不通在哪呢 咱们看啊 这是北京 当时京城 这个北边深色的这一块呢 这就是阉山山脉 康熙这两路大军呢 一路出谷北口 一路出洗风口 都向北进攻 乌兰不通 在这个位置 在今天咱们河北省 跟内蒙古省交界 差不多这个位置 今天呢 这个地方已经变成旅游景区了 漂亮的大草原 还有当时康熙跟嘎尔丹交战的 这个古战场 大家有机会呢 可以去看看 在这场大战中 嘎尔丹使用了一个新战术 叫驼城 什么是驼城呢 命万鱼骆驼 附蹄卧地 找了一万多匹骆驼 把这蹄子捆起来 别让他跑了 然后呢 让他卧在地上 背上呢 背上木箱 然后木箱上面 蒙上一层一层的 这个厚厚的湿的毡布 还列为营 才一万多头骆驼 还成一圈 这变成了一个城墙一样 这就叫驼城 嘎尔丹的士兵呢 就躲在这个驼城后面 躲在这木箱子后面 木箱子跟木箱子中间 这不就躲口吗 跟城墙那个躲口是一个意思 就在这躲口间 发射攻尸火冲 清兵这边呢 这边的枪弹啊 弓箭打过来 打到这厚厚的尸毡上 没事 伤不到后面的士兵 我们看 这是影视剧的一个截图 演的这嘎尔丹的这驼城 但是这驼城 大家觉得靠谱吗 我们看啊 他这边没背木箱 背的是大炮 这士兵啊 躲在大炮后面 炮 骆驼扛着这炮 那你想 这一放炮 就算骆驼 他捆着腿 他跑不了 他不得害怕 他不得乱动吗 这一动炮 还不定打哪去呢 你说这个靠谱吗 我觉得是不太靠谱啊 大家可以投投票 觉得这种驼城 他到底行不行 呃 不管怎么样吧 史书上记载 这驼城啊 确实是击溃了 清军这边的几次冲锋 尤其是呢 康熙的大舅哥 国舅同国刚 还有统领麦图 参领格斯泰 这几位率队冲锋 结果呢 面对卡尔兰这边 驼城后边 密集的鸟冲啊 还有沙俄资助 他们的滑膛枪啊 这些的扫射 这三位呢 都重担身亡 后来康熙另一位小舅子 同国为 调来了西洋的这个红衣大炮 炮击驼城 骆驼都惊了 于是准军大败 那大伙看 炮击驼驼就惊了 那你在骆驼身上放炮 他能不惊吗 所以这个驼城呢 这肯定不是像影视剧演的那样 之后 盖尔兰大败了 马上就怂了 立马送来了请乡书 书上说 我自此不敢犯中华皇帝所属之众 卡尔卡不是归您领导了吗 以后我再也不敢侵犯您的步众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佛在此 我敢不自服吗 佛在此 佛在哪呢 圣上您就是佛 我祈求您 忠宠幼我 祈求您这个宠爱我 宽恕我 喜欢我你就抱抱我是吧 而且呢 以后 凡有欲齿 我是精准行之 现在呢 我也不敢跟您对战了 我跑 我车还不行吗 我找一个水草善地 没人的地方 哪凉快 往哪待着去 在那后执 福权这时候一看 这卡尔丹都认怂了 递交了详书 那看看皇上怎么处理吧 就忘了康熙给他下令要全监卡尔丹的这个嘱咐 在这就暂停停止了追击 于是卡尔丹呢 趁机就逃跑了 源在京城的康熙 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呢 感慨 说这卡尔丹啊 是个奸穷莫测之人 现在他力薄难治 打败了吗 穷途末路了 他跟我们认怂了 实际上呢 他是猛虎一样啊 这个猛虎受伤了 回去之后 他会磨爪子舔伤口 等他伤好之后 又会再来进犯 但彼氏烧掌 又复生士悖乱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走了 那咱们就总结总结经验教训吧 首先大将军扶权 率兵是大胜了嘎尔丹 但是呢 也放跑了嘎尔丹 总体来说过大于功 所以呢 要惩处 另外 还有什么经验啊 我们之所以能够击溃这驼城 靠的是大炮 靠的是西洋的火器 所以呢 我们要抓领先 补短板 这就是咱们领先的地方 要扩充这个火器营 正好朝鲜国王那边 刚刚进贡过来 送了鸟冲三千杆 赶紧给大伙装备上 另外我们短板是什么呢 我们冲锋的时候啊 对付嘎尔丹的火器 大伙也没经验 冲锋的时候排列太密 人挤着人 那你不是上人肉把子了吗 维贼人乱枪锁中 那边就算打不准 你这一堆人 早晚怎么也得打中一两个 对吧 所以这个阵法不行 而且呢 进退不明家 家呀是一种类似笛子的 这么个乐器 相当于这个冲锋号吧 你进退不听指挥 那不乱套了吗 这都是不惜战争之故意 其实啊 这大清 在没入关之前 跟明军作战 对战明军的神机营 那也都是火器啊 他其实是很有经验 但是入关之后 大清军队的这个战斗力 急速下降 到康熙这时候 已经出现了不惜战阵的情况了 等后面咱们再讲到这雍正王朝 大伙就能看到这八旗的战斗力 是更进一步下降 于是康熙命令 大伙现在要严格的操练阵型 镇每年要亲自检阅两次 你们要记住两点 发育要猥琐 走位要风骚 跟今天打游戏一样 这边立冰莫马 一直到康熙33年 盖尔丹的使臣来了 前使致请入贡 说咱们最近又不打了 是吧 我们还恢复给您朝贡吧 做做生意 这一派就派来了使团1500人 康熙明白 这盖尔丹扬为修好 实际是浅浅窥探 假装说跟我们修好 实际派的这都是特务 来窥探我大兴的虚实 于是派了侍郎满批 欲则其使 把那边给骂回去了 你们也别来出使了 等转过年来 康熙34年 盖尔丹又出新招 派了人暗中 联络墨北的吐蟹 吐蟹徒的亲王沙绿 说老沙咱都是蒙古人 蒙古人不打蒙古人 好像咱俩打了不少了 是吧 但是你不能投到康熙那头去 咱们肯定更亲 你这样 咱们你做我的内应 咱们内外呼应一同启示 好不好 我们上一集讲了 康熙多轮会蒙 威福卡尔卡 这效果太好了 这沙绿 直接就把盖尔丹给他的密信 偷偷就发给康熙了 康熙一看 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跟沙绿说 老沙 嘎尔丹为人极其狡猾 朕一直与发兵 发大兵争讨 但是呢 我这大兵一动 这多大动静 他可能就知道了 知道以后会闻风远顿 他就跑了 跑到大漠里 真也没处逮他 等我撤了兵 他又跑回来了 又吸扰你们 所以怎么办呢 咱们现在给他来个将计就计 他不是拉龙女吗 你就跟他说 说我们克尔钦时期都愿意归附你 赶紧来吧 咱们我在这接应你 等你把盖尔丹又置近地 离我们近了 离开了他的老巢 这时候朕捅大军 风驰电击 比不及远顿 他肯定来不及跑 咱们就一次把盖尔丹消灭 结果这个呢 还是走漏了消息 盖尔丹最后呢 人也没来 于是呢 康熙又跟大伙商议 咱现在兵也练的差不多了 要怎么对付这盖尔丹呢 很多人都支持这个思路 说这回啊 虽然是没把盖尔丹引出来 但是呢 这个思路我们要坚持 就是把盖尔丹引到我们这边来 而不是我们远征大漠去征讨他 大伙几经讨论 该发表的意见都说的差不多了 又轮到康熙拍板了 皇上这么角色 告诉大家说盖尔丹生性脚下 九席战斗 这个人呢 见异则进知难而退 见容易就上 见困难就跑 你等他过来 你就算把他引过来打败他 跟上次一样 马上就跑了 往来飘忽 踪迹无常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啊 除了远征 指导他的老巢 已经别无选择了 于是在康熙35年的2月 康熙第二次亲征盖尔丹 领大军15万 也有人说是10万 分大军分三路出征 这回呢 康熙是主动出击去指导盖尔丹的老巢 这一次呢 跟大家一起一开始估计的一样 这个大军行军啊 确实是太艰苦了 咱还别说过去打仗 你就是把这十几万人领到大军 你再全胳膊全头把他们领回来 这都是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过去说这个曹操行军艰苦 留下个故事望眉止渴 这大伙都知道 曹操那时候对抗的是酷熟 康熙这时候的敌人是严寒 这个时候的塞外啊 冬天刚过还非常的寒冷 而且经常伴有这种雨雪大风的天气 这康熙不是三路进军吗 西路军是大将军飞扬古率领 本来说好的是四月 大伙一起到这吐拉这个地方会合 这飞扬古呢 马上就派人来送信了 说这四月肯定是到不了了 我大军被风雪锁阻 前军非常困难 再说另外一路 是七十多岁的老将军孙斯克率领的 领的是宁夏陕西的部队 本来说来两万人 结果最后来呢 只来了两千人 为什么其他人都遣散回营了 必须挑那个身体特别特别强壮的 你们能保证能活着走到这 这就不错了 康熙的这个中路军呢 储备物资是最足的 但是行军也非常困难 一开始康熙就料到了 做了充足的后勤保障 每两个士兵就给配一个民妇 一头毛驴 这些专门为他们运送粮食和物资 即使是这样也非常困难 康熙每天不到五今天 大概就是早上凌晨五点左右吧 就起来了 反正在京城也一样 要上早朝嘛 这生物中都调好了 起这么早干嘛呢 亲自督促着后勤部队早早的启程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啊 等走到了地方 今天要安营扎寨了 康熙这儿的这个豫帐 肯定是先扎好的 给皇上住嘛 但是皇上呢 不进大帐 即使是雨雪天气 也在帐外边站着 那他在那站着呢 皇子们也不好 在进帐休息了 都跟那站着 站着干嘛呢 就看着将士们 安排支这个士兵的营帐 一直到所有士兵的营帐 都支好了 康熙这才放心 大伙一起进去休息 另外呢 还有康熙和皇子们 一起去推车的场景 当然了 这推车肯定不缺他们几个人 估计他们也卖不了太多力气 但是呢 这是表一个姿态 康熙呢 为了节约粮食 告诉大伙 咱们每天啊 就吃一顿饭 连康熙自己都不例外 康熙的这一系列表现呢 在开国皇帝身上 尤其是那些草根起家的开国皇帝身上 是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朱元璋啊 比如说刘邦啊 这些人带兵打仗 那条件都是很艰苦的 能够跟士兵们通甘共苦 但是像康熙这样 在深宫中长大的皇帝要做到这一点 那是极为罕见的 咱就还别说那些这荒淫无道 天天不学无术 吃喝玩乐的皇帝 就是比较勤政的皇帝 那也都是在宫殿里 在深宫中勤政 能像康熙做到这一点的 真的是很不容易 康熙呢 他自己本可以坐镇京城 运筹帷幄 当然也养尊处优 但是呢 他选择了亲征 选择了跟前线们的将士 一起在冰雪戈壁上 风残露宿 人饥挨饿 当然了 这样的行为 对士兵们的士气激励 也是巨大的 即使是这样 还是有人动摇了 国舅同国围 还有索恶图一三恶等等 带着人来给皇上提建议 说皇上这 咱们去征讨嘎尔丹这路啊 太远了 咱走得这么辛苦 这还没走到一半呢 而且啊 臣听说了啊 最近这沙俄 刚刚又援助了 嘎尔丹六万人马 我们这么辛辛苦苦 走到那都不容易了 不能休息 还跟人打仗 这能行吗 所以我们建议皇上 您呢 带着我们返回京城 咱们在京城主持大局 那西路军 那不是还有飞扬舞吗 让他们率领着西路军 去进攻就可以了 皇上听到这个呢 痛斥了索俄图这帮人 你们知道我大清为这一仗做了多少准备 朕为这一仗又做了多少准备啊 莫马力兵 整军运响 分路近角 取尽筹划 朕离京之前啊 告继天地宗庙设计 说必须要消灭了嘎尔丹 朕才还金 不知尔等是朕为何如人 你们把朕当成什么人了 说了不算吗 我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这就是努尔哈赤和黄奈基 他们那都是带平常年在前线打仗的 朕就不能效法朕的祖宗吗 我师既至此地 咱现在都走到这了 盖尔丹可侵可灭 但绝不能向他妥协 而且呢 你们说让大将军飞扬古 我们是几路出兵 跟飞扬古呢是约定了 我们要乐器夹击盖尔丹 现在呢朕失约走了 那朕脸还要不要了 朕还回到京城 朕回到京城 有什么脸面去昭告天地宗庙设计呢 这一下索尔图等人赶紧是叩头谢罪 后来呢也证实 这所谓的这个沙俄援助盖尔丹六万人啊 其实没怎么回事 是盖尔丹放出来的假情报 康熙这边动摇 盖尔丹那边呢也害怕 这盖尔丹啊 本来根本就不相信 康熙可能御驾亲征 怎么可能了 这皇帝在深宫里边养尊处优啊 那不像我们游户民族大家吃了苦 他能行吗 而且呢 这地方有多远 不远万里 万里有点夸张了啊 从这北京到我们这 这差不多有1000多公里啊 1000多公里那是直线距离 中间隔的是戈壁沙漠 他过得来吗 哎 我还告诉你们啊 200多年后 有一对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 哎 要那时候康熙还能飞过来 现在不可能啊 后来呢 等这清军到了 盖尔丹带人上山瞭望清军的大营 一看这清军大营啊 彻底连天 而且这大营中间 有帷幕围起来的皇城 皇城上面插着龙骑士 军戎壮盛 盖尔丹这才相信 康熙这个老小子 他真的来了 来了怎么办 下令撤退 直接跑了 我不跟你打 行不行 大漠咱到手吧 康熙这呢 一看我费这么大劲过来 他又要跑 赶紧派飞杨谷马斯哈 是紧紧追赶 这边追赶了五天五夜 终于在五月十三日这一天 双方在昭莫多进行决战 这昭莫多在哪呢 咱们看啊 这是北京 一千多公里 到这 这黄色的大家可能看着有点淡啊 这是国界线 这已经到了今天蒙古国境内了 差不多是乌兰巴托附近 赵莫多在这个位置 这个大战前呢 康熙也露出了少有的紧张 他呢 经常跟留守在京城的太子应扔写信 这个后边咱们讲到九子多敌的时候 还会聊到这个情景 康熙呢 这封信上就跟太子说 说这一次啊 尸体重大 七处万全 不可以心存侥幸啊 所以朕单金结虑 无数次的向苍天祈祷 祈祷上天能保佑我大庆 赵莫多这个地方 这赵莫多这是个盟语 翻译过来呢 意思就是大树林 那树多 双方呢 一共激战了一个整整一个下午 后来富阳武就发现 哎 这盖尔丹后面这片树林里边 人头攒动 牲畜密集 这应该人挺多 但是就不见部队出战 说明什么 说明这儿是他的资重部队 哎 藏粮草的地方 所以呢 派了精锐分兵突袭 这跟这个三国时期关渡之战 曹操齐熙袁绍 屯粮的这个乌缓 乌朝 哎其实是一个意思 结果呢 戈尔丹最后首尾不能相顾 又大败 大败完了 又逃跑了 这这边呢 就赶紧追击 追出去三十多里 最后呢 奸敌三千余人 俘虏了两千余人 戈尔丹这回逃散 资重全都扔下了 于是呢 又获得了牛两万余头 羊四万余只 还有资重妻子无数 这妻子是俩词啊 大概就是妇女儿童 哎 就这意思 这一战 康熙啊 是剿灭了 嘎尔丹的主力 取得了对准 就是对准 嘎尔布战争的重大胜利 另外呢 咱们还在这一战里 要提一个人 这个人叫 阿努 这个阿努啊 呃 那是僧格的妻子 是僧格的妻子啊 僧格是谁啊 准盖尔布 盖尔丹的前一人大汗 是盖尔丹的哥哥 后来呢 这僧格 这 死了 盖尔丹 成了新的大汗 这个北方的游牧民族啊 在秦汉那个时候 就已经有这个收继婚的传统了 什么叫收继婚呢 大汗死了 大汗的儿子 继位了 就要把当时自己的继母 大汗的这些所谓的妃嫔们 哎 也都过来 自己娶过来 这就是收继婚 盖尔丹这呢 哎 他继位了 把自己哥哥的这妻子 也收继婚 自己娶过来了 成为了可敦 这可敦大概就是大汗的王后 哎 这个意思 所以这盖尔丹的妻子啊 是这位阿努 不是电视剧演那个兰奇尔 这兰奇尔呢 是电视剧虚构的 这个阿努啊 可不是个柔弱的女生啊 是一元猛将 这行军打仗一点都不次于赶的 而且呢 尤其他这坐骑 似陀飞陀 大家都称呼他是异兽 作战非常勇猛 但这阿努呢 也在这一战中阵亡了 另外这一战呢 还收获了一批外国观众 这康熙这边带着一帮传教士 其中法国传教士张成 哎 经历了这场大战以后 写了个通讯稿 一直发到了法国 还登上了报纸 这题目就叫 中国皇家军队对 厄鲁特治 嘎尔丹的一次大战 极其获得的胜利 这题目写的够长 这按咱们今天写通讯稿 这都不合格 这个报纸呢 至今还保存在 巴黎国会图书馆里 这嘎尔丹的主力啊 算是消灭了 但是呢 嘎尔丹本人逃跑了 于是呢 康熙数次派人 在茫茫大漠之中 去搜寻嘎尔丹的踪迹 等到这一年的七月 哎 有消息回来了 说这嘎尔丹现在混停惨 身边就只剩下五千多人了 而且呢 没有自重 这自重都叫咱抢了嘛 所以呢 他们生存都成困难了 等到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五日 确实是生存成困难了 怎么呢 嘎尔丹派人来投降了 派来投降 这使者叫格雷孤英 康熙就说 哎 你呀 咱先别谈这个投不投降的事 朕带你看一样东西 看什么呢 看看我清军的粮草储备 哎 带到军营一看 这格雷孤英啊 看傻了 这足有一万多辆大车 上面满满装的都是粮草 没想到清军的粮草储备如此充足 这格雷孤英啊 长期挨饿 这最看不得这个 一个劲儿在那咽吐嘛 康熙在旁边愣笑 效果达到了 哎 可以了 而还与嘎尔丹 令其亲身来降 否则朕必亡讨 你回去告诉嘎尔丹 要投降 自己来 派你来 这算怎么回事 如果还不投降 朕必亲自前往征讨 朕在此地行列代尔 我又不走了 我就在这边打猎边等你回信 等够你七十天 如果此期 朕即进兵已 康熙在这儿 正在放狠话 康慨激昂 说的正高兴了 旁边来了一人 胞翼大赌独虎 你呃 哲其 Ef 我们都用��터 乱上就别跌架了 这把抗袭气了 我这正跟人吹 我们粮草多么充足的 你给我来去断粮了 这不是打我脸吗 这简直就是 这个领导夹菜你转桌 领导听牌你自摸 领导走路你坐车 你这不不懂事吗 上怒曰 达都虎摇惑众心可斩也 达都虎当斩 如梁尽则取 胡探何硕之米 何律之油啊 如果真是粮食禁了 咱们就从河说掉粮不就完了吗 这阁里孤鹰啊 在旁边都听愣了 你们这什么情况 你们到底有粮没粮 刚才给我看那么多大车 这不会是蒙我的吧 这康熙呢 赶紧往回找我 说那个什么孤鹰啊 告你啊 粮虽禁 粮食即使是用尽了 你听好了 即使啊 不是真的 朕比涅齿穷追 断不回师 朕也一定要追缴到嘎尔丹 不杀了嘎尔丹 朕绝不办事 于是呢 格里孤鹰回去了 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康熙这边呢 左等右等没消息 知道 要想等着嘎尔丹主动投降啊 这是不可能了 招福啊 于是在抗袭36年的2月 他第三次亲征嘎尔丹 这个时候的嘎尔丹非常落魄 已经是众叛亲离 他手下的大将 像丹金阿拉布滩 还有丹金厄墓布等等这些人都先后离他而去 另外呢 他的儿子 这位叫塞补腾巴猪尔 派他的儿子到哈密去催缴赴税 当时嘎尔丹这已经变成流亡政府了 很多人地方也不给他交税了 于是呢 就派自己的儿子去哈密催缴赴税 没想到哈密当地人 把这个格尔丹 嘎尔丹的儿子 擒获了 直接献给康熙了 于是呢 嘎尔丹是越来越落魄 更让他生气的 是他这侄子叫策望阿拉布滩 他这侄子一直是公开反对嘎尔丹的 这个策望阿拉布滩 是嘎尔丹的前任大汉 僧格的儿子 这僧格死了之后啊 他还太小 没办法继承韩位 所以呢 嘎尔丹回来继承了大汉 等这策望阿拉布滩长大成人了 哎 我这叔叔 他怎么也不主动把这韩位还我呢 不还就不还吧 知道你舍不得你这自己干的挺过瘾 是吧 但是我这婚事你得给我办了呀 从小就跟和硕特部的公主阿海已经定了亲了 也不见叔叔给自己张罗婚事 后来哎 张罗了 康熙18年 这嘎尔丹啊 自己娶了这公主阿海 把这策望阿拉布滩给气了啊 你夺我的韩位 还夺我的妻子 咱们的仇恨不共戴天 康熙呢 知道他们不对付 派人暗中跟阿拉布滩联络 你呀就在后方帮朕牵制盖尔丹 现在盖尔丹已经变成流亡政府了 策望阿拉布滩啊 控制了盖尔丹的老家伊犁 而且呢处处配合清军对盖尔丹进行围追堵截 盖尔丹眼见着自己身边的人是越来越少 每天都有士兵逃跑或者是投降 走投无路的盖尔丹向沙俄求救 但是依照他现在的实力啊 已经没有这个资格去做沙俄的盟友了 沙皇也不会在他身上再浪费兵力财力 等到最后盖尔丹身边就剩了三百人了 天天以大猎为生 用康熙自己的话说 经盖尔丹仅于洁身率领庶人随处飘顿 终于在这一年的三月十三日 在阿查阿姆塔台这个地方 盖尔丹病逝了 也有人说呢 他是服毒自禁的 不管怎么样吧 反正是去世了 中年是54岁 他死后 他的部将丹吉拉 带着盖尔丹的尸体和盖尔丹的女儿 钟其海一起投降了大清 于是呢 墨西的准盖尔部 对喀尔丹蒙古长达十年的统治 终告结束 这康熙怎么总结 对盖尔丹的这场大仗的胜利呢 俩字天道 什么意思啊 这盖尔丹违背天道 违天背蒙 所以呢 致祸患极身 国随已亡 但是朕呢 朕扫除残暴 拯救众生 朕简直就是替天行道啊 所以朕到哪都有老天相助啊 你看朕大军所向 无水之方 灵犬必废 不毛之地 锐草藩字 我去哪地方缺水 地上就涌出灵犬啊 哪个地方没吃的 地上就长出锐草 山川孝岭 百神险佑 再看这嘎尔丹呢 嘎尔丹 这个遭老天报应 嘎尔丹所知之处 必有裂风暴雨 灾疫贫防 尤其是嘎尔丹经文 我军来了 寝食俱飞 食不下饭 睡不着觉 反复思维 无计能逃 最终呢 只能养药 自尽 我军来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